以前大家都想說是經由免疫的系統 那現在我們發現一個新的新陳代謝的一個途徑 而且一個蚊子,新的蚊子叫5MTP 那它可以減少Cup2,減少一些發炎的基因 那在動物裡面也發現它會抗癌,而且會減少發炎 那這種新的發現是讓我們有更好的方法可以來了解 到底我們人的身體怎麼樣去抗癌,怎麼樣去減少發炎 一個方向就是要把它5MTP在正常的生理裡面的一些現象把它釐清 如果它產生多的時候是有什麼效應,產生少的時候有沒有說 少是比較容易發生癌症,比較沒有辦法抵抗發炎 那這個可以從小老鼠裡面去做基因上的調整 那另外一個是發展藥物,主要對於癌症的預防跟治療 還有對一些發炎疾病,像敗水症、關節炎、腸炎這些疾病的預防跟治療